大家好 我是Tasha 歡迎來到決戰本壘 這禮拜小道隊會去墨爾本比賽 今天我們問了一下林克謙 看看他有什麼目標能協助小道隊的表現 所以這禮拜你們輸了三次 那你覺得你自己可以怎麼幫助小道隊的表現 的確這禮拜算是難過的週末 就是蠻難過的 因為我們球隊輸了三場 然後但是事情也是會 就是已經發生了 那我們也只能繼續往前看 然後就是在這一禮拜的課場 那希望把那個優勢能夠逆轉過來 就是把失去了把它再逃回來這樣子 然後現在那季豪回去了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孤單或是無聊 當然會啊 因為畢竟我們兩個在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場下 就會聊天說話 然後甚至我在投的時候 他在三壘他都會 就是會跟我講說鼓勵我啊 就是叫我加油 然後我們兩個在場上其實也會講話 對啊 有時候我都會常常跟他講說 欸我真的沒力了 他就說沒關係你就盡量投給他們打 然後你就說投給他們打交給我們就對 有時候因為他在有時候 因為畢竟語言是通的 所以會有點感覺會有點像是一種助力 然後他離開了就是 也很感謝他在這一段期間為我們這個球隊的幫助 然後也希望他能夠回台灣 然後能夠一樣就是保持他的很好的水準 對 好 謝謝 謝謝 記得到ABL TV收看這禮拜 墨爾本王牌隊和布里斯本小道隊的對抗賽 謝謝